用温柔的方式弥补妻子内心的情感需求 或许婚姻才有重建的基础 调解团队一席化 为夫妻二人的情感再续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此时调解员胡建云建议 刘女士和陈先生夫妻俩 应该理性看清情感破裂的原因 切勿冲动做出抉择 陈先生你在他面前 会不会一直有一种想靠近 但靠近不了的紧张感 大概有一点吧 然后他没有明显的证据 让你感觉到 你在他身边是有安全感 你在处理问题的时候 并不是一个比较自信的男人 那种从容不迫 更多的就是一点小事情激发你的敏感 然后抓狂 然后你就开始想象负面地放大 那他恰恰在你身边 既没有那种浓浓的情感 又没有那种柔性的沟通 所以反过来王某可能会激化矛盾 所以你们俩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 按刘女士的说法 小题大做 她认为你很多事情是小题大做 你自己这一边呢 完了之后会后悔 也就是说你知道这一种情绪爆炸 是不对的 所以你在小事上过了 刘女士在你身边不舒服吗 不舒服本身 她对这一种长期做家庭妇女也压抑 从那个时开始 她想改变一下自己 所以她会出现一个什么过度交往 你要懂她 在我看来的话 她并不是因为男女之间怎么样 她其实想找一份自信 想换一种模式的生活 如果那个时候你呀 懂她一点 跟她说 你是不是希望证明一下你自己 你是不是想看到你自己的优点 你是不是希望更多的人认可你 好 我作为你的老公 我可以支持你 我可以鼓励你 不就是靠近她内心的吗 但是你不是 你依然采取一个惯用的那种 从敏感到控制 从控制到暴力 陈先生你一直是走错路了 你是一个家庭观念很强的人 你对他其实是有感情 但是你被你的心魔抓住 你没有那一种自信带来的胸怀 自信带来的从容 所以处理事情 一触即调 所以你们俩都要梳理一下 曾经是不是心跟心靠近过 如果有 那双方都做一些调整 现在刘女士坚持一定要离婚 如果你是因为这些误会矛盾 处理方式不太好 产生了恐惧和失望 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的沟通 和互相体谅一下 如果是一知患不醒的 或者说召唤不来的情感缺乏 那就是另外一把试 调解团队的一番解读 帮刘女士和陈先生夫妇 深刻认识到出现婚姻危机的原因所在 希望她们能够做出理性的抉择 是继续携手向前 还是就此分道扬镳呢 密室环节随即展开 刘女士离婚的决心会有所改变吗 她就属于那个在找人的找公子 就觉得她就往我身上泡脏水 首先我理解你的这种感受 其实你并没有跟网上的哪个男人 确实实有过什么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 那当我们无意中 加到各种各样的人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保证这个人 他到底当初是怀着什么样的目的 来接触你的 那好 在这个过程中 别说你爱人有担心 我也有担心 我们还是觉得你们两个没有 起码没有走到那种 必须马上分的那种状态 你也要给人家一个机会 慢慢去改变和成长 就是我们去成长和改变 去调整自己 我就是给了她太多的设施机票了 反而要一直比一直变得加厉 到头来受伤害的还是我自己 我明白的 经过观察员李小云一番劝说 刘女士认识到了 自己做得不足的地方 但是对于和丈夫走下去 她还是极度不愿意 此时陈先生正在密室另一边 和观察员李金平进行交流 什么事你就说 把这个事要瞒一下 瞒一下 瞒过其实你瞒得 越门越大事 其实你敞开来说没事 那你这些人你看 你不是不离婚吗 你不是想跟他过吗 所以你也别就单纯地感受伤害 说他欺骗了你 他只是胆小 只是不知道怎么更好的去相处 李金平认为 要挽回婚姻 陈先生必须要放下过去 学会理解妻子 此时 密室另一边的刘女士 对于离婚依然不肯退让 观察员李小云决定 来到陈先生这边 看能否寻找到突破口 还没等他开口 陈先生就先道出了 他现在不能离婚的真实原因 考虑到女儿马上中考 离不开母亲的照料 陈先生不想现在离婚 李小云老师表示理解 带着陈先生的想法 他回到了刘女士身边 尝试再和他沟通 你孩子据说马上要中考了 你知道吧 知道 他读书有一些东西需要 可能家长来签字 或者是报志愿 等等这些东西 小孩子读书 可能都是需要父亲母亲 对啊 但是最主要是我们两个 找不到一起去 觉得也是吵架 我们能不能就说 这孩子就是目前在中考 这个很关键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回去一下 就是起码我跟这个南方约定 我们两个谁也不要吵架 我会尽量把我女儿的 这个中考配合着过完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这三个月 我就看你的表现 这不就完了吗 做不到 你说家我的拉边 你我是不过人 他跟你沟通 比方说孩子的问题啊 我说的话沟通啊 我们作为一个母亲 我起码回去 我们有些事情有商有量 我也能够看到 就是说我们父母 一起来帮孩子 就是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 能够过去 刘女士能够理解 孩子生学 需要父母的照料 但是对于和陈先生 生活在一起 她毅然的拒绝了 离婚的事情 没法妥协 密室工作 还在持续进行 重新回到调解现场后 刘女士 最终会有怎样的答案呢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来看一下 密室之后当事人的状况 对于我们两个关系 我就是 坚决我自己的想法 我非为了女儿去看她 然后我也要 过自己的生活 我不会因为 一点小事 在女儿面前 去跟她吵架 就是现阶段 以安抚女儿 照顾孩子们的情绪为主要的 对吗 我反正做到父亲的责任吧 小孩子 毕竟是我们生的 这个是我们做父亲的父母 应尽的义务 如果说是 这样继续下去 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我觉得是没有多大意义了 冷静思考 再做出理智的决定 我知道 陈先生 你要承认几个事实 知道吗 第一个 你们俩的感情 一直不是很好 第二个 你给他留下了恐惧感 第三个 今天有一段时间 你口口声声说 你要调整 稍稍微有一点不顺意 你发现没有 你的情绪马上就来了 他怎么敢跟你走下去 你说你要改 你就记住 你改字当头 你就先调整 你自己的部分 他要改的地方 他也要去想 你至少不要让人家觉得 以后跟着你会害怕吧 如果你能给到 他要的安全和温暖 他就会回来 你给不到 你也没必要去 两个人凑合在一起 干什么 你自己也气得要死 人家吓得要死 何必呢 孩子们看到这个情况 会开心吗 我希望你抓住 最后的机会 尽管陈先生再三挽留 刘女士依然坚持 自己的想法 看得出 之前在家庭生活中 严重缺乏价值认同感的她 很想去到外面的世界 重新找回那份 缺失已久的自信 在婚姻生活中 不管男主外 女主内 还是合力打拼 任何一种经营模式 双方都必须要有 高度的价值认同感 情感上 相互给予和扶持 才能拉近 心与心的距离 共同打造出 幸福美满的婚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